因為他沒有這一個知識 老師也沒有教育他 所以我今天要強調的就是說 陳勇老師他在信仰方面 在他的專業理念 還有楊老師還有張老師 還有我們熱心的蔡秘書長 我們應該可以成立一個信念理 就是信念小朋友從幼稚人開始信念 我認為台灣這一塊小朋友的一些俗務上 其實現在就像剛剛講的教育部國家 他都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那我們現在所欠缺的就是體制外的一些教育 就是田園教育 那我們台灣身為一個寶島 我常常在跟很多校長跟他們建議說 你學校的外面就是很漂亮的一個田園警官 為什麼不叫老師帶師去參觀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也不用花費很多經費 也其實都不用花費很多經費 但是問題是校長不敢把校外的安全砍下來 老師也沒有這一個義務來做這一個教育 所以變成很多浪費 那我認為說我們山領師類應該 我們從小朋友開始教育 如果我們現在光是 當然大人可能是教育解說園這一方便 那解說園是一個解說產業 我想剛剛提到的一些旅行社什麼 這個應該都是可以辦的 只要你辦的比一般的旅行社還執信的話 我想這個很快生意也會很好 而且我們的經費會很快就增加 謝謝 謝謝 我們陳老師從環境步道師 當時就是社會的幾個 就有公共人格的人 來當作訓練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來挑選我們希望 就是以國小的老師為的 或是在我們在崗位上 對這個環保有關的 在推動上面能夠更有效率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投入 跟我們這樣社會的期待 都會有落差 所以這個落差就會指責到 我們這個環保人員不夠專業 但是我們實在是業務的 那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現在社會的 這一個落差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落差要誰來做呢 當然就只有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你願意提供一些時間 提供一些力量 或是你要去參與的話 那我們才有可能辦法慢慢的壯大 那這個部分還是回復剛剛所說的 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沙漠裡面 你要種出熱帶雨田出來 要慢慢慢慢轉變慢慢轉變 它有可能 那我們希望今天的這個活動 或者我們未來的話 能夠像種子一樣的花芽 能夠繼續的長大 能夠一代一代傳遞 那這樣子才有可能 回應一下剛才這位朋友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很好 但是你來做 就是越多人的參與 讓我們的活動越多元化 那我們過去都說 我建議你來做 我建議你們來做 事實上就是你要來參與 然後來這一塊 現在因為人還很少 像陳老師 他覺得他要在有限的時間 把這些人帶起來 那你們再起來之後 你們來接接棒去發援 發展更多元的各種的訓練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 可以去展望的地方 就是靠各位來實現這一塊 不要去指望自豪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人 今天整天在打仗 在進步那些資本家製造的那些亂值 就已經分身乏數了 所以這個部分期許大家了 希望今天的活動 或是在未來的活動 能夠因為大家的產品 因為你的活動 你的活動 跟你的活動 讓你這個力量 能夠更加的發展 不然還有沒有 朋友要分享 我們這樣的時間 距離我們的時間 還有剩下三分鐘 我們是不是再開望 兩個一兩個一題 好不好 好